画面现场是内湖区周美里办公室 国际福轮3522地区第四分区所属的八个福轮社 特别赠送一批物资、暖暖被 来关怀周美里的弱势家庭与独居老人 由周美里里长邱丽玲代表接受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周虞修 内湖区公所区长林炳宗等人都亲自出席 肯定福轮社寒冬送暖关怀弱势的公益行动 一直到物资的捐赠 一直到油内而外、油功而实 在在都要谢谢福轮社 实在是欠福轮社太多 所以我昨天公开讲说 其实社会局美其名叫主管机关 其实我们是对福轮社在走 福轮的爱、福轮的公益到哪里 那社会局就一步一趋了 我们有送一些毛毯 跟一些其他的保暖的物资给他们 我在想 这个是应该我们这个社会要关怀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福轮社一定会 会投身在这个里面为大家来服务 因为我们今年的RI的主题 也是以服务改善人生 希望用服务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本身也是福轮社友 很高兴能结合福轮社的资源走进社区 来关怀弱势家庭 议员和里长也带领福轮社成员 到当地俗称台北血居的西明路地下室公寓 探视独居老人 由于地下室的住户至今没有热水可用 居住条件即待改善 议员和里长也期盼能结合社会资源 一起来协助 虽然大家认为说内湖有内科产值超过五兆六兆 甚至还连接南软园区 感觉内湖很像说是一个比较高度开发的一个地区 可是在我们在地区还是很多独老 包括很多窝居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结合社会资源来进行寒冬送软 因为窝居这个就说 他们其实是一个弱势的独老 包括一些经济弱势 居住在那一些环境确实很脏乱 居住的环境确实生活品质非常不好 所以今天包括社会局长周渝修 还有市府的相关人员 也会到实地去勘察访试 看看可不可以找寻 结合政府的资源还有社会资源 我们如何导入这些相关的产观学界进驻 可以让这些比较独老的一些 他们的居住环境可以做改善 第一个包括他们承租的一个 承租户的一个问题认定 还有包括居住环境怎么去做改善 这些我相信政府还有社会资源可以做得更多 尤其这一次就感谢我们台北市议员 李明贤李议员 非常关心我们周美里这个老旧社区一些弱势的家庭 那目前我们定期的为这些瓜居的民众来打扫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清了挤车 挤车的垃圾车把这些垃圾载走 所以目前是改善了很多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热水洗澡 所以我现在盼望是有慈善单位来协助 帮他们装这个热水器 还有这个卫浴设备 另外因为走到要清空 才符合这个消防的这个安全 所以需要增设一个厨房 让长辈们能够有个地方可以煮饭 烧菜 他们想吃点什么点心 比较安全 这一点也是盼望 我们社会善心人士 或者慈善单位能够来协助 冷气团一波一波接力来袭 国际福伦3522地区第四分区的爱心捐赠活动 也让这股真善美的力量 传递到社区各个角落 温暖大众的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